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一起来关心今天9月29号星期五的重要新闻 首先带您关心中国大陆的重要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对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给予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的双开处份 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省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顺政才严重危机案的审查报告 决定给予顺政才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顺政才7月中旬突然遭到免除 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并于7月24号被通报涉嫌严重危机 招立案审查 而在9月底就被双开 调查进度算相当迅速 5年前的9月28号 同为重庆市委书记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也被双开 被外界视为巧合 1963年9月出生的孙政才 是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 进入政治局的25名委员中最年轻的 于广东省理书记胡春华 两位60后 被视为第六代领导班子的热门人选 原本外界预期 他能会在即将召开的 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胡春华与孙政才在仕途上 受到前总书记胡锦涛 以及前总理温家宝提携 是典型的隔代指定 但由于胡锦涛与胡春华都出身共青团 孙政才连带也被归类为团派人物 而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 一向不喜欢团派 也是人尽皆知 因此 孙政才在19大前快速诺马 也引起外界的议论 把焦点转回美国 白宫今天宣布 川普总统将于11月3号到14号 出访日本 南韩 中国 越南及菲律宾 出席区域高峰会 以及讨论贸易和北韩核子威胁等议题 川普走访日韩中三国期间 渴望与三国领袖举行会谈 讨论因应北韩家属研发核武及飞弹对策 并就贸易政策等交换意见 此外 川普也预定出席在越南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民秀高峰会 以及在马尼拉召开的东协高峰会 白宫声明表示 川普总统的参与将会强化国际决心 对抗北韩核子威胁 以及确保彻底可厌重 及不可逆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将是川普上任之后 首次出访亚洲 而他也将顺便造访夏威夷 川普政府扩大取缔企业非法雇佣外籍劳工 一家总部位于宾州的巨树服务公司 就传出因为非法雇佣大批无证移民 被处于高达9800万元罚款 总部位于费城的阿斯普朗的数目专家公司 是一家有9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 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柳西南 有3万个员工 和许多城市、州和联邦政府机构 前有修剪或拒掉影响电线杆的数目和数资的服务合约 联邦检查官表示 从2010年到2014年 该公司低层主管在知情之下 雇佣多达数千位无证移民劳工 公司高层这样装不知 有时甚至在员工因无证移民身份被揭发而检雇之后 又重新雇佣 并接受他们伪造的驾照、社安号码和绿卡等文件 该公司高层已经承认对他们的重罪指控 该公司也被裁定缴缴 有史以来移民相关案件数额最大的9800万元罚款 第七届矽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 从昨天起一连两天在南湾Santa Clara会议中心举行 来自不同领域的高科技专家与创业人士齐聚一堂 就科技产业的未来与投资战略交换意见 第七届高创会昨日在Santa Clara会议中心开幕 在违级两天的会议上 先后举办了硅谷智慧未来峰会 高创执行创业大赛等多场对话与交流活动 DBLPartner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Aaron Anson Press 可穿戴计算之父Steven Mann教授 Hyperloop公司联合创始人与董事会主席Beebob Gresta 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来自中国的骑脸汽车公司创始人与CEO沈海盈 星河互联集团联合创始人与CEO傅淼 也向参会者分别介绍了 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汽车 以及物联网的最新态势 2016-2017NBA赛季最佳防守球员 荆州勇士队队员Dramon Green 出席了昨晚举行的高创职业颁奖胜典 前美国能源部长朱迪文在网绘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第12届总统杯President's Cup高球赛昨天开打 包括欧巴马、小普希和柯林顿等三位前总统同台现身 成为全场的焦点 来看优势体育综合报道 昨天市总统杯至1994年开判以来 首都有三位卸任美国总统一同出席亮相 总统杯是一项两年一度高尔夫球团体赛 由美国队和世界各国代表队 以比动争夺冠军杯 前总统福特曾经担任名誉主席 此后也有多位美国前总统 以及澳洲与加拿大总理等担任过名誉主席 比赛不设奖金 赛事筹集到的款项将捐给获胜球队指定的慈善机构 美国队昨天由刚爆走PGA季后赛1000万美元奖金的 Justin Thomas率先出击 他与Ricky Fuller的搭档 在无偿比赛结束后 以3.5比1.5领先世界联队 职棒大联盟两类台湾投手昨天双喜丁门 都以后援投手身份取得大联盟生涯首场胜头 坍塌完光芒队的投手胡志伟 昨天在对纽约阳基队比赛第4局上场 中继一局失掉1分 但由于队友在下个半局打下7分逆转 中场以9比6击败阳基 胡志伟也在本季6度身上大联盟之后 终于在球季尾声得到生涯首胜 而9月14号才以先发投手身份 演出大联盟处女秀的芝加哥小熊队投手真人和 昨天在对圣路易红雀队之战 与9局下半再次登板 在1比1平手情况下 演出3局无失分好投 小熊队最后以2比1赢球 真人和也收下大联盟生涯首胜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